朋友们好,我是老松,欢迎朋友们来看老松砍大山 最近呢,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什么的 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在生活中要学会勒紧裤腰带,谨慎消费 多攒一点钱,俗话说得好,家中有良心中才能不慌,对吧 但是呢,咱这话又说回来了,人与人的家庭情况不同 有些朋友嘛,我经济条件还算可以 而且呢,因为我各种的需要现实,我确实得有一些消费 这个钱我就得花啊,你也不能拦着它 你需要也不能花,需要也不行,那也不过分了,是不是呢 但是老松认为,你确实该消费了,应该消费没问题 但是也要牢记几点,老松给你点忠告,以免你以后后悔 有朋友说哪几点呢,我给你说一说几个大额消费你要注意的啊 第一个就是房地产了,啊,房子了 现在房地产市场不太景气,很多朋友都说了 有钱也不能买吃币观望啊,认为现在不是出口的好时期 买房到时候害得跌 但是呢,有些朋友因为已经家庭原因,确实需要买一套房子 这也可以理解的,不能说的,未来不知不确定的事儿 你就不能买房子,你就不能买房子 这也不行,对吧 那么买房子,有的时候老松你给什么忠告呢 就是我给这些必须要买房子的朋友的忠告 就是说的,你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啊,在城市里面 越小城市,你应该越记住这两个哪个字啊?地段 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地段,地段,地段 这是唯一的啊,没有其他的 不用听别人忽悠,不用听别人暇解啊 什么这个是新区域,这个又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房子多大了,大些都没有用 只有地段,才是最重要的啊 想想说是一个小时的中心地段 只有这个地方,才是最跑号的啊 有朋友说了,什么算是地段呢 地段,四点,什么,学铁商医 达到这四点,就是个好地段 什么叫学铁商医啊? 学区,学校啊,还不错 不一定非得一等一,但是找这学校还不错 你家孩子以后上这个学校,你觉得还可以 最好是有地铁啊,铁就是地铁 然后商业配套啊 最后就是离医院纪律不算太远 这才是好地段,这才是好房子 有了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你尽可攻退可守 真的,朋友们,想一想是不是呢 如果你非得要买套房子 那么,地段,地段,地段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汽车 你说现在啊,汽车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你说有人家,你说我现在家里就需要一台汽车 或者是我的汽车年头也实在太长了 实在开不了了 我换台汽车正常,我太正常了 你不能说了,你别买汽车你就腿了 那也不现实,对吧 现在生活中方便便确实很多时候需要一个汽车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朋友们去买汽车的时候 一定面临两个选择 犹豫不决,哪两个选择啊 我是买传统的沿油车 还是现在买新能源 所谓的电动汽车都会有这个困扰 我到底买哪个呢 我是买原油车,电动汽车 买原油车一中要调态了 买电动汽车到底好不好呢 行不行呢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就犹豫 那么老宋给想买车的朋友的忠告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一说啊 如果你想买一条电动汽车 那么你一定要看看自身的条件 你自身要满足这几个条件才可以 什么哪个呢,哪些条件呢 第一个,你的家庭生活不在北方 尤其是东北 我建议啊,如果你家在东北的话 尤其你还是唯一一台家用车的话 我不建议你买电动汽车 至少现在有些麻烦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什么呢 你家里买这个车 主要是上下班代步 接送孩子在城里生活啊 最多去去郊区 很少出远门 这样的情况下可以 如果你经常要跑长途啥的 那你可别买这个电动汽车 这是第二个老宋跟你说的满足条件 第三个什么呢 家里要有固定的车位 或者固定的车库啊 然后呢,你可以重点什么都方便 满足这三个要求 你可以买一台电动汽车 如果你满足不了这几个要求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一台延油车比较靠谱 延油车呢,可能你买的也不对啊 未来可能发展没有电动汽车 但是呢,错也错不到哪 说白了,底线上下在那 底线也在那,没什么可能 最多我就多花点油钱 也没有其他的 你仔细想一想 错能错到哪呢 是不是呢 当然啊,你为了保守起见啊 当下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是特别不差钱的人 那么买一台延油车的时候 你呢,尽量不要花大价钱 万一以后这个车各方面的问题 是不是啊 咱买一个那什么的 不花那么大钱的损失也不太大 你说是不是呢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我要跟朋友说 其实还有一个消费 是很多人控制不了的 就是必须要有 就是什么孩子的教育 尤其啊,孩子到了初中啊 高中啊 这个时间段啊 你说花钱 给他补补补课 给他找个老老师 啊,有人说了 双减双减 你真的敢给他减吗 有人说了 哎呀,补课没有用 他是那个孩子 我告诉你 你什么都不可 不补他也能考到清华北大 他不是那个孩子啊 你跟他天天给他补啊 全是名师 他也打狼 事实是这样吗 确实有这样的 但是你可知道 那种不用补得上 清华北大的凤猫林鸟啊 这个现实中极少极少数 你家孩子除非是天才 能是这样的吗 不是,你没有这孩子 你又说那啥也不是的 也行,咱也硬了 就怕那种是什么呢 有机会往上上一上 有机会博一博 那么这个时候 孩子也挺努力 你给他博不一博的机会博 咱得承认 你补了 可能就能提高十分八分的 但是你可知道 在高考的时候 这十分八分的 那可就跨一个台阶啊 你去不去 这个是个狠的什么的 有人说了 去啦 上个好大学 上个不错大学 回来也找不到工作 未必好事 这种情况可很能发一声 但是你不去批一把 孩子因为这件事 没有上去一个理想的大学 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一辈子呢 嗯 所以这个是个很矛盾的问题哦 那么老宋给你的忠告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如果你经历条件允许啊 尽量还是要做一桌 给孩子推动一把啊 别咱以后后悔 再一个呢 量力而行 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 我们花了这个钱 千万别后悔 心态要把握好 这个钱你认了 无论对孩子以后有用没用 你认了才行 如果你认不了 你说不行 我怕我后悔 那就别花这个钱 你明白老宋这个意思吧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可能有些控制不了的消费 就是看病了 你说家人生病了 怎么怎么样了 啊 那你说看病 你说你不能说 我不行 我这个钱不能花 我得攒着 我不看病 这个也不现实 那说看病怎么样呢 老宋给你的忠告 就是说了 不要砸锅慢铁量力而行 绝不欠债看病 这个是老宋的观点 有人说 我不欠债 可能命就没了 哎呀 人的命天注定 我还是告诉你 千万不要全家举债去看病 到了全家举债去看病 估计哪个病 也看不太好 你觉得老宋说的对不对 好了 老宋说了这几个忠告 如果你避延消费的话 你认为有没有道理 咱们可以聊聊 好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砍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观众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